大家好 我是阿曼 歡迎大家收看伊芬上頻道 我很喜歡買不同的故事書 或者繪本書給我小朋友看 上次我走開成品書店的時候 見到EVI推出了兩套新繪本書 我知道很多家長買繪本書 都喜歡買一些台灣或者日本出版 我較為喜歡支持本地化 因為EVI這兩套繪本書 都用了本地的作者和本地的插畫師 所以我也看過圖畫是非常漂亮的 像這一套繪本 我較為喜歡這本叫《我心繪夢》 它是在描述70年代的居住環境 或者社區會堂等等 因為這小朋友較為少接觸到井智屋邨等等 我想這本書可以描述給我小朋友 70年代的住居等等是怎樣的呢 另外這一套繪本 它多以動物作為品德的故事 我較為喜歡這本叫《神奇的袋子》 它是說袋鼠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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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心情這麼低落 我們就希望用不同的繪本書 來抒發小朋友的感受 來解釋給他聽 而且我喜歡EVI這兩套繪本書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每一本都有一首兒歌 它好像這本《神奇的袋子》 它的首兒歌叫《常傳謝熱》 就可以上Youtube聽聽 我們現在可以聽聽 是否很好聽呢 希望家長看完這本故事書之後 都可以上Youtube聽聽這首兒歌 如果家長和你們有興趣購買這套繪本的話 EVI也會附送一張繪本的貼紙 和一件EVI的T恤給小朋友 如果你們有興趣購買 就快點上Youtube上頻道選購吧